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线上研讨会 我是伟山 我们又见面了 其实在上一集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5G对于PCB设计上面所带来的挑战 那当然5G对于晶片封装上面 也带来非常多设计上面的一个困难 所以到底对于晶片封装厂商来说 在流程上 在设计上面 我们到底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难题 以及ANSYS可以提供什么样创新的设计流程 帮各位解决呢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解惑咯 好 所以今天也非常难得 我们可以邀请到两位王牌讲师 要加入我们今天的座谈 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就是 ANSYS技术经理陈伟德 欢迎 大家好 我是ANSYS的WED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欢迎到的是 ANSYS技术经理吴俊坤 Jack 欢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Jack 好 非常欢迎两位 今天加入我们今天的座谈会 首先要带大家来暖身一下 第一题我想要请教一下WED 如果说我们切一个角度 如果是针对晶片设计这个角度来说 那在先进制程上面 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难题呢 大家好 我是ANSYS的WED 我是负责半导体模拟软体的一个工程人员 首先就先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整个在半导体领域Sign-off的这个演变 所以可以看一下从最左边最早期的1980年左右 开始的这个1到2micron meter的这种制程的晶片 我们可能就只针对方旋的部分 就是功能的部分去做一个检查 去做一个check 那慢慢的你会看到进到了Sign-off的这个get level的这个领域之后啊 就是process慢慢的演变之后 你会发现基本上我们check的东西会变得越来越多 除了function以外 timing也是引进的timing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轴 那你可以看一下到2000年或者是2010年甚至到现在最近 2015年之后啊 因为这个制程的转变非常的演变非常的大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Sign-off的流程里面就会多放进了蛮多的东西喔 除了function timing以外呢 还有就是所谓的power的部分 也会去做一个checking的动作 那还有一个就是reliability就是可靠度的分析 我们也必须要一并的把它考量进来 那你会看到在最近最新的这种tsmc所发表的这种5nm 甚至到3nm以下的这种 先进的这个制程技术上面啊 不仅刚刚提过这些所有的东西通通要做一个checking 甚至于像3dic上面我们针对一些堆叠上去之后啊 对于一些EMI啊 Sermo啊 还有mechanical硬力的分析我们都必须把它放进去这个整个设计的流程里面去做一个考量 所以 这也让我们ANSYS啊 投入更多的研发的资源在先进制程的技术开发上面 而 才能够在业界做到就是里头羊的这个地位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针对5G在半导体的这个领域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晶片会需要用的上 哪一些设计的条件呢是我们必须要把它给考虑进来的 可以看一下左手边这个地方喔 首先呢 会很 容易的去理解到就像一些 多核运算的这种处理器的CPU的部分 那还有一些特殊规格的SoC的晶片 然后呢你还要考虑到就是说在运算的时候你的功率消耗的一个规格的制定 那还有就是 大量的储存元件像Memory的这些chip也会被大量的被应用上面 那再加上呢因为他的应用部分有 有应用到就是所谓的这种高速运算的这个 能力 所以啊对于网络 5G在对网络风包的这个 连结 还有说他的filter 还有就是他的 过滤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也需要 经过透过大量的这个高速的运算来达到他这个目的 那接下来的话还有就是所谓他的connectivity的部分就是连结啦还有就是 基地台跟基地台之间 沟通的这个部分 还有就是天线的设计啊高速IO的设计啊甚至于连 可靠度的分析包含你的散热的效应以及硬力的考量统统都必须要考虑进来 OK所以这个就是在5G的这些 应用在半导体上面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些挑战 那你可以看一下右手边这边 把左手边这些spec的制定把它简化成 右手边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些规格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在process上面的话呢我们就从传统的 传统的这种比较 180nm可能就进到5nm 那design的这个size的话呢也会get count数也会增加的蛮多的 还有就是你的操作的频率 还有你operating的这个voltage 这个电压的这个范围 还有你的温度 还有你的lifetime lifetime就是所谓你的 操作的这个生命周期 因为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这个5G的设备做出来之后 他必须要有一个 使用的一个年限 所以这个lifetime的话对于这些5G设备厂商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为他必须要能够确保说 在 很长的这个时间 长期的这个运作之下呢他这个设备不会出问题 所以说这个operating的这个lifetime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最后的话就是你的target的 Falue rate 就是你的出错率不能够太高 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讲像业界我们一个 设备 出去给厂商在应用上的话我们要求的他的 Falue rate 是零啊就是要零失误的意思 所以基本上呢 透过这一些 spec的制定到你应用的层面基本上他的 方式其实是非常的广 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探讨的就是说 在ANSYS里面 我们针对这一些议题的话我们在我们的 软体上面我们的工具上面我们是如何 帮客户来克服这一些种种的这些困难 首先可以看一下就是从process的角度为出发点的话由于 他进到先进制程 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从传统的2D的这种 原件的这种structure 这种结构 慢慢变成了3D就是所谓的fin-fat 所以他当他涨到fin-fat structure会有一些challenge会出现 包括你 周边所有attraction的tool啦还有一些 timing sign of的东西通通都会随着 因为制程的转变而变得 更复杂一点 那第2个的话就是底的design size也会变大 那各位可能会想一个问题 当我的制程越做越小 元件 越做越小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的晶片还会越做越大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复杂度还有你的功能也变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很 很小的一个面积上面的去达到所有的方式全部都要ready 这个时候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你的晶片越做 元件越做越小 可是你的chip变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他的单位面积的消耗的功率也会随之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power放进来做考量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frequency的部分你的操作频率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5G的速度非常的快 甚至到10GHz以上 所以你的频率越快的时候 基本上你的消耗的功率也会 跟着增加 所以你的chip也会越来越 不容易去达到这个spec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voltage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ANSYS 在chip上面的一个强项 就是针对IRdrop去做一个分析 然后还有再把 temperature 的这个方 的这个效应把它include进来 然后operating的lifetime 刚刚有提到过的 就是生命周期的分析 这在我们的tool里面的话就是把它归类为就是所谓的 老化的分析 那最后就是一个value rate的部分 所以要做到零失误 统整这所有的这些东西从chip到 System PI Sermal mechanical的分析到reliability的分析 这些在在的都是关系到就是厂商他们这个产品开发出来之后 Time to market的一个时程 我们知道这个产品如果能够越早推出到市场上的话 基本上 对于公司的效益其实是 是会更大的 这就是这个原因 好我们非常谢谢 Wed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5G 他当然对于 晶片设计 他带来的挑战 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些因素 他是环环相扣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大家想要 透过不同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我们现在呢 是针对 晶片设计 它的流程 还有刚刚Wed有提到的 Sign off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想要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 Ansys所提供的这个模拟工具 帮助 可能很多观众都是研发工程师 怎么样解决他们在设计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呢 第二项大家也很想知道的就是 Ansys身为 业界的领导大厂 我们也很想知道 怎么样特别帮助 国内的企业 我们可以来借进 国外的大厂 他们的经验 帮助自己的技术 更加提升 这两个问题请教Wed OK 那接下来的话就开始跟各位解释一下 就是针对晶片设计的流程 先跟各位就是做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 你可以看一下左手边这个上面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从 就是所谓的spec in 就是我刚提过的规格的制定 就是我刚提过的像 process啦你的制程电压 温度晶片功能操作的 频率等等这些都会变成你 一开始你要去做这个晶片设计 规格制定的一个data的一个部分 OK 规格制定完之后接下来就会把它丢给就是所谓的 设计的人员就是IC设计的人员 他们会进行所谓的RTL coding的这个design OK 把规格制定的这个功能呢 透过coding的方式 去把它给实现出来 那实现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做一些checking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就会针对你的power做checking operating的mode去做checking 还有你的timing去做checking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有一些 相关的这些流程的这些工具必须要给应用上 那coding 定下来之后呢他们可能会去做一个合成电路的部分 就所谓的synthesis 然后呢去把然后再去做press and route 就是所谓的APR的阶段 那press and route做完之后的话呢 一样他接下来的部分就会是属于sign off的这个环节 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部分的话延伸出来就会所谓的 power的sign off voltage的sign off timing的sign off 还有就是所谓的 把跟系统做chip跟系统做一个整合 会有一个pisi的sign off 这个就是在系统级上面去做一个sign off的一个验证 等到这些sign off通通都过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chip就可以tap out出去 所以大概就是整个的一个 流程跟他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个环节 就是他每一个阶段所要检查的项目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右手边 就是我们ansys 其实我们ansys在这个领域算是 非常的完整 我们的solution算是非常的完整 所以 ansys是唯一业界 可以把 voltage power跟timing还有system全部做成在一个 单一环境里面去完成sign off的这个 的一个厂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搭配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我们把所有的设计流程都把它给平台化 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解释 什么叫做平台化 就是说我们在单一平台上面的 同时去完成这些所有sign off的这些项目 包含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新的比较 下一世代的像是这种3D IC这种堆叠的架构 或者是一些热的分析 或者是硬力的分析 基本上我们通通都会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去 做这件事情 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 刚刚有提过刚刚是从 流程的上面去跟各位做解释 那这边的话我就把我们ANSYS列出所相对应ANSYS的提供出来的这些产品 跟功能 那我跟各位稍微做一下 很简单的一个解释 左手边你会看到有一个就是所谓的power artist 那基本上power artist这个就是针对我们的晶片的功率去做分析的工具 不仅我们可以去做power analysis 也可以根据你 现阶段的设计呢他可以提出 reduction的一个建议 power reduction的建议 还有就是说我们会帮你去筛选出 最佳化的一个区间 譬如说我们可以帮你筛选出某个区间呢他其实是在你的晶片上面是作为 整个消耗功率最大的一个区间我们会帮你筛选出来 所以power artist他的功能是在 就是针对我们的功率去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析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Totten Totten的部分的话呢他是我们 推出根据 你们所谓的就是我们业界上所谓的IP analog IP这种模块 去做一个IRDrop相关分析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可以去做IR的 Drop的分析 然后还有就是针对你的power signal的EM 还有ESD去做分析 那最重要的是他全部做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吐出 相对应的一个 model出来就是可以吐出一个模型出来 可以让Rayhawk去做一个衔接就是 他可以把 每一个环节做完的他都会吐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power model出来 然后呢可以去分享给 其他的 软体之间做一个连结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Rayhawk跟Rayhawk SC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公司 SoC 整合晶片上面的一个 分析的一个软体 OK所以他做的事情呢 一样他是针对SoC就是他可以把IP Level的 model把它include进来然后去做 Static Dynamic IR的分析 然后呢也可以去做power signal的EM的分析 还有ESD 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针对你有一些 低功率的design去做一些详细的一个分析 所以 基本上呢 ANSYS 从最早期的 我们都是从power的角度为出发点 从功率 Voltage 为出发点然后呢去跟 去帮designer完成所有的这些分析的 项目 然后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还会 再把这些项目再把它整合起来 把 Timing的东西把它引入 就是所谓的PassFX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一个项目是PassFX OK 这部分的话呢就是把 综合前面所有反映出来的这些效应的话呢我们把 把它真实的反映在Timing上面 在时序上面所以 客户呢他们一般就是在最后一关要Tap out之前他们会有一个阶段就是Timing sign off 做完之后他们才会去Tap out 所以 我们把 我们就想说把前面所有相关的效应全部都把它带到这个Timing这个项目去做一个 完整的一个Sign off OK所以你看一看一下我们的PassFX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做 一个 Impact of DVD 就是有点类似就是我刚提过的把 IrDrop的效应把它带到Timing里面去做Sign off 那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PassFX的话呢他可以针对你Process 的Variation去做分析 OK 这样子分析下来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很 很完整的一个 Simulation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架构在 往下走你会发现就是往下走就可以架构在所谓的 CPS的这个System上面去做Code Design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Syscape的一个 这个platform就整个架构在这个platform上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是针对 C-Scape这个platform呢跟各位来做一个 详细的一个讲解 C-Scape这个platform的话呢 这个强大的这个 平台 包含了几个现阶段 Ansys研发的重要的关键技术 包含了就是所谓的Machine Learning就是机器学习 大数据的分析 那还有就是程式开发的界面 就是用Python的方式来做的 为什么要采用这个Python的方式呢因为 这个是目前 User端他们为他们最容易可以去切入的一个 一个界面 所以我们提供的就是所谓用Python的这个界面让User很容易的可以去切入 OK 再加上 在这个platform上面的话呢我们会去做一个partition 就是会去 因为他因为我们会有这种平行 运算处理的这种架构但是架构在这个上面所以 基本上呢我们不会因为要处理很大量的资料 而把整个 运算的这个效能给拖垮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Syscape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地方有Ansys所有的产品他都可以把它import进来 就可以去跟这个 platform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呢往下你可以看到我之前 我们跟各位提过的这些PowerArtist Toltun Redhawk 还有PassFS 它完全都可以 很轻易的整合到这个平台上面 所以我刚刚提过的这些Sign of的这些流程他完完全全可以在 Syscape的这个平台上面去做一个实现 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 很完整的让 Power,Voltage,Timing 跟System的分析呢是 整体的考量以及规划的 而不再像是以前只是用 分段式的方式来完成 这就是Syscape这个平台最大的一个 优势 那下一个这个部分的话跟各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是国外的大厂 他如何将Syscape的这个平台 导入 并且去改善他们既有的这个设计开发流程 相当成功的一个案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了他们在Syscape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他们将 Syscape的 所拥有的这个优势像是Machine Learning 还有这个人工智慧啊大数据分析以及城市开发的界面对于 电压杂讯进行客制化的流程开发 往下呢他可以去串联 Ansys的Railhouse SC 可以进行Static 跟Dynamic IR 压降的这个分析 还有Power EM啊 刚提过的像Power EM啊 Signal EM啊 还有ESD 然后呢他可以应用我们强大的这个运算的这个效能 的特性 他把它应用在 先进制程的 晶片设计上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由于他们这个 缩短的整个缩短的他们开发的这一个 时程 所以导致于说他们Time to market的时间可以缩短非常的多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 前几年他们在市场上 的股价也是有不凡的表现 所以说这个就是 国外大厂他跟我们一起合作 开发这个Seatscape 在这个平台上面所获得的一个蛮成功的一个案例 让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好非常谢谢Wed精彩的分享 刚刚呢我们一路提到了就是在5G晶片 设计上面带来的这个困难跟挑战 当然呢我们也特别针对的就是在 晶片设计上面的流程 以及在Sign-off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可以透过Ansys的整合方案 帮大家解决问题而且更加有效率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请教Jack 我们如果呢换一个角度再来看看 如果我们是针对在 晶片封装设计上面 大家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跟挑战呢 大家都知道5G是下一个世代的通讯的规格 但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说 它的可能就是频率越来越高 那传输的频宽呢 比较宽 但是其实呢在这个5G的系统里面呢 其实它背后衍生的是一个 更多的应用 比如像说呢这个万物联网 还有及时的人工智慧 那甚至呢智慧城市的背后呢 它可能都是需要用到这种 5G的这个基础建设 那 随着这一种资讯量的传输呢 会越来越多 所以5G的这种封装呢 它一定呢都朝着是3D IC 或者是2.5D 系统IC的设计的概念在走 所以这个封装架构上呢 它可能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带在上面 那以至于呢 你这一种这个 上面这些带的传输呢 我们就是会透过 Interposer 这种结构呢 来进行的连接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未来呢可能大家在手持式的系统上面 那上面呢就会有非常多的带 那 非常高效率的用这种3D封装呢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呢 Mabee呢未来大家手持式的这个 装置呢就会变成像AlphaGo一样的一个能力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人工智慧的一些计算 那此外呢 我们如果说把这一些 这么多功能的带呢结合在一起 那一定呢会衍生出来非常多的一些 设计上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首先第1个呢 3D IC上面 你这些带要怎么跌 跌了之后呢 那会不会衍生出来一些 电器特性上面的一些 问题 比如说 可能在PI上面 你可能呢会有一些 讯号完整性上面的问题 然后呢这些讯号可能会因为呢 你的这个Layout呢越来越密集 所以呢会变成会有互相干扰的一个状况 那POWER上面呢 你可能会有这个 更多的带在上面 所以以至于呢 你这个POWER的 这个 抖动呢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你可能呢 过往会在这个 你的封装上 会有一些 多余的空间 来做一些 这个 DECAP的 电容的摆放 但是可能因为现在空间太小了 所以呢你可能还要再做一些 更 加空间 的ATIMA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 这个IC呢 这个封装上面有那么多带 所以呢它的功耗呢 一定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 慢慢的你把这个 带堆叠起来之后呢 可能就会有温度上升 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在这里呢 你可能就要针对这个POWER的部分呢 去做考量 那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呢 来做这个降温的动作 那除此之外 你这个IC呢 有热胀冷缩的问题 所以呢慢慢的呢 你可能 会有一些硬力 stress 在你这些连接处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呢 就会需要用一些有系统化的方法 来针对呢 这个3DIC做一个 设计 这些Package 设计的困难呢 有分为三种 那我们 把它称之为Mati的SPD 第1个呢就是Mati的Scale 意思就是说 其实过往呢 在做这一种 整个系统的设计呢 是有分chip Package 还有这个PCB System的部分 那它呢 它们的单位呢 都不一样 chip呢大部分都是偏向 这个nanometer 那Package呢大概就是 mm System的部分大概就是 cm 所以呢这个尺寸上呢 不一样 那但是呢 我们想要把这种系统呢 整合到一颗chip里面 所以变成了在设计上的概念 以及使用的软体上呢 就会呢需要有一个新的平台 才可以把这种三种东西呢 整合在一起 那接着呢就是MatiPhysics 这个MatiPhysics呢最主要就是 我们一个chip的产生 其实呢它上面的物理现象呢 非常多 从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的timing 那Voltage Drop Power 那接着呢有Sermal Stress Chemical的部分 这些东西呢都是不同领域上面的一个专业 所以呢我们会需要有一个环境 可以把这些多重物理的东西呢 都整合在一个平台 那让各个不同领域的工程师呢 可以互相沟通 第三个呢就是MatiDomain 因为呢在整个设计流程中呢 有各种不同的工程师 他有他的专业 可能有些人呢是做EMI 有些人是做天线 有些人是做封装 有些人是做Power 所以呢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环境呢 可以把这些不同的专业 的语言 然后把它放在一起 让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协同design 好非常谢谢Jack Jack刚刚有特别提到的就是我们在package 设计上面会遇到三个不同的困难点对不对 我们提到像是有这个 Multi-Scale Multi-Physics 以及Multi-Domain 这三大这个 对大家来说应该是痛点来说呢 大家想要了解到更多的一个 资讯 所以这边是不是想要请教一下Jack 如果 我们Ansys 身为一个业界的领导大厂 大家一定很想要知道有没有在这个领域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教教大家呢 OK那这边呢 举一个例子是 AMD的2.5D的System的HBM的一个 IC的结构图 那 这个Case里面呢 它本身最主要的这个 这个结构呢 它就是有包含一颗GPU 然后呢 还有这个8颗的D-RAM 那过往呢 这个设计上呢 它可能就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封装 那这个封装上呢 大家平放式的摆放了8颗D-RAM 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呢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那你的面积呢 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在这里呢 AMD呢 就藉由呢 这个HBM的技术 然后呢 在这个D-RAM的上面呢 都打了这个TSV 那让这个TSV呢 可以从最上层的带呢 连接到最下层D-RAM的带 那这样的话呢 它原上就可以节省空间 那过往呢 我们可能 这种技术呢 都需要打 用WireBump 来做连接 那WireBump呢 它需要占 多余的空间 以及呢 它这个是纯3D的模型 所以变成呢 在Assembly上面呢 会是比较困难 那我们这个 D-RAM的Module呢 它用TSV串起来之后 那怎么如何跟这个 GPU的部分呢 来做连接 那最主要它下方呢 就有一个Interposer 这个Interposer呢 它是用Silicon制成 做成了一个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一个PCB板 只是它的材质呢 是变成Silicon的材质 那这一种Silicon的 这个Interposer呢 它是用IC的制程来做的 所以对于IC整个 这个连接上呢 就会比较简单 它可以跟 这边的GPU 和RAM module 一起整合在一起 所以呢 一些高速 高速讯号的走线 它就会透过这个 这个Interposer呢 来做传输 那这个Interposer的下方 会有一个 这个 VGA的Subtrait 这个Subtrait呢 它原来呢 就可以从我们这个 最下方的PCB 供应Power呢 给我们这个 VGA的Subtrait 然后呢 再供应给我们 Interposer 到其他的IC 所以这样的一个 设计流程呢 原来就可以呢 让你的速度 变得更快 因为原则上我们高速讯号呢 传输的路径呢 就变短了 那但是呢 在这个整个的设计上面呢 你的这个 POW的部分 它散热的部分 结构应力的部分呢 会需要呢 更多的考量 因为毕竟呢 当你 堆叠起来的物体呢 越多的话 那可能每一块 这个物体呢 它本身的刚性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变成了它在整个 结构应力上面的分布呢 也会不一样 所以呢 你还需要呢 分析它 整个热的分布 才可以呢 决定呢 它这个结构应力 那怎样的设计呢 是最好的 那在整个设计的平台上面来看呢 我们这边举一个 PI sign of 的一个 流程呢 给各位 那最主要呢 在这里我们如果说看一个 系统的这个架构的话 原则上呢 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chip mount到package 再mount到一个PCB 所以呢 在这个PCB上面我们会有一个VRM 它呢会供应呢我们整个系统的power 但是我们在做PI的设计的时候呢 原则上呢 我们上面都会有一些decapling电容 帮你呢去做这个power的滤波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不同位置摆放的decapling电容呢 就会有不同的这个 可以抑制你的noise的一个频率 那一般来讲呢 越靠近 这个VRM的位置呢 那你的电容就要大一点 那可以低频一点的这个noise 那越靠近我们的chip端的话呢 那一般来讲 我们放的电容值呢 就会越来越小 那原则就是要抑制呢 比较高频的这个noise 但是在3D IC里面呢 我们可能呢 把这么多的chip都放在一起 那实际上呢 我们很难有更多的空间 再去做这个decapling电容的摆放 所以呢在这种power的这个设计上呢 就会更严苛 那NSYS呢 在这里呢 就提供了 我们一些呢 的tool 让你呢 可以呢 快速的去 找到呢 你这个power上面设计的这个 缺点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一般来讲 在我们整个分析的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透过NSYS的这个电池软体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呢 它整个在DCIR drop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可以看到板子上面呢 或是封装上 电流流动的这个位置 那接着呢 在我们一般设计的时候 会考量到这个PI的impedance 所以呢我们呢 也会看AC的这个分析 所以你可以去考虑呢 在哪一些频率点 它可能有一些共振的 产生 那这些共振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考量要如何加 这个decapling电容呢 来做抑制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计算过这些场 的结果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 这个进场的分析 原场的分析提取出来 那就可以去做这个原场 EMI的一些分析设计 好 非常谢谢Jack 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 风霜设计上面遇到的挑战 也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 成功的经验教教大家 那接下来继续请教Jack 如果说呢我们角度再稍微切换一下 如果说我们是要以 Ansys的整合方案 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可以怎么样使用 Ansys所提供的 这个模拟设计 平台 尤其是 非常多的工程师都想要解决 在设计上面遇到的困难 我们怎么样帮助大家呢 那我们Ansys呢 现在提供了一个 Ansys的平台 那最主要呢就是要 FORMATI 的一些应用 目前呢 全球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工程师呢 使用 Ansys的软体 比如说呢 有人使用 Ansys的 HLS 来做 天线的设计 或是 PCB的设计 有人使用 Q3D 来做这个 我们 这个手机上面 Display Touch的一个设计 那也有人用我们的 Massware 来做 大功率 POWER上面的一些design 那也有人 用这个 Chemical 或是SERMO IPEC 来做一些 结构音力 或是热上面的分析 所以Ansys呢 它就是要考量到这一种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设计 建构出了一个 很好用的一个平台 那在这个平台里面呢 你不只是可以做出你自己 这个 专业的一个design 那甚至呢 你也可以跨领域呢 去考虑呢 多重物理上面的一些应用 这个是 Nsys 提出来的一个 CPS的 Workbench 的一个 那原则上呢 整个分析的流程 它从 Import进来 它的Layout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针对你这个 板子 或是Package的部分呢 去做电器特性的分析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里 绿色的部分 框框的部分呢 原则上呢 就是整个 Import进来的资料 所以呢 你可以Follow呢 你今天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形状 可以把你要设计的东西呢 Import到我们这个 Workbench 里面 那接着在这个 Workbench 里面呢 你可以针对 你想要分析的电器特性 做分析 然后分析完之后 你可以呢 把这些电器特性 计算出来的 这些 当作是一个 热的酷解 的热源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可以再去做 温度上升的一个分析 那在这个 电器特性 到热的分析的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来回的 Iteration 等于就是呢 你去做一个 热 电热 的一个分析 那借由这一种方法呢 你就可以真实的 去分析到你这个板子上面 真实的这个 温度的变化 那在你这个流程里面 温度分析完之后 那可能会有热脏冷缩 可能在某一些IC 特别的热 那边缘的地方呢 温度比较低一点 那这样就会造成呢 这个整个板子上面 硬力分布的不平均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 NSYS的Mechemical 再去做这个板子上面 Wabbage的一个分析 那Wabbage分析完之后 我们可能呢 有一些IC 它可能放在这个板子上面 是用洗球来做连接 所以这个 当你热脏冷缩 或是你这个板子呢 有经过一些 Vibration 的一个问题 那可能就会造成了 板子上面IC 连接处的地方 它的洗球呢 就会有一些断裂 就会有这个 硬力 的问题 那我们呢 有了硬力之后 就会有形变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 我们整个 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分析 你从电 热 结构硬力的偶合 那在我们这个 中间的这个电路图里面 原则上你可以看到 每一个 零件呢 它连接的时候都用 一条蓝色的线呢 串起来 原则上呢 这个蓝色的线呢 使用者呢 就很简单 你可能呢 是电的人 你只要呢 如果要把 计算出来的结果 连接到热上面呢 你只要 用一条线 把它连起来 它自动呢 就会把电的这个参数 计算出来的损耗 直接传输到下一个步骤 热上面去 那也是一样 你在热计算完之后 想要把这一些 温度的分布 传输给结构 你来做计算 也可以 所以呢 我们这个平台 最主要就是让 各个专业的 这个工程师 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呢 去讨论一些多重 物理偶合的一个现象 那接着呢 NSYS这一些 专属的这个 厂论软体呢 它原则上呢 都是 背后都是 based on 真实的物理现象 所以呢 这边呢 比如说 NSYS的 Electronics 它原则上就是 整个NSYS店的产品的一个统称 所以各位可以看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把封装 把Package的Layout 全部呢 都Import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你呢 就可以真实的把IC Ecitation出来的能量呢 灌到我们这个结构应力 灌到我们这个板子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我们投影片里面呢 中间这张图 它本身呢就是我们空间中 电磁波 传输分布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计算过呢 这些高速讯号 它的这个传输的时候的偶合 那或者是它的干扰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来看一下它的眼图 这个眼图呢代表了就是我们在 分析的时候呢 这个能量传输过程 有没有干扰 或是有没有衰减的一个问题 那在这个平台呢 甚至如果说你做到最后想要做一些 EMI的分析 那我们右下方这张图呢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封装上面 就有这个 不同射接的分布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能量呢 传输到空气中之后 它辐射出去的一个状态 那接着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N-SYS的I-SPEG 它是N-SYS的Tool里面呢 专门 来解决这种 电子产品热上面的一个计算 所以呢如果说你今天有一块板子 那这个板子上面呢 我们可以呢 跟 电的产品 SI-Wave 呢去做连结 计算完它的损耗之后呢 就可以到I-SPEG 里面呢 去算出整个板子上面 它温度的分布 那在整个更大的系统里面呢 在我们这个 比方说一个 这个电脑的机壳 它里面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板子 那甚至有风扇 有机柜 做shading 那我们呢可以呢分析呢 整个空间中 常润 的部分就是风怎么吹 那整个温度上面的分布 可以降低多少 来达到一个 最佳的这个热的设计 那在结构硬力的 这部分呢原则上一样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封装的部分呢 import到这个 NSYS 的平台里面 所以在上方的这张图呢 就是一个package 那这个package呢 它可能放到一个PCB上面 那你这边呢可以看到呢 它放到PCB上面连接处的这个洗球 它可能因为你的热胀能缩 那会看到呢 洗球呢 在某一些位置呢 它的硬力呢 分布呢 是比较不平均 那可能呢在那边的形状呢 就会 产生了变化 所以就会有形变的问题 那下方这两个图呢 原则上呢就是一个 package mount 到PCB上面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上面呢会有形变 还有温度的分布 那右下角这张图呢 最主要是在我们 刚才讲的 package mount PCB的这个状况 我们呢在上面呢再多加了一个壳 一个机壳 那这个盖子呢原则上呢 它会有传导的效果 所以呢 它可以把温度呢 散意出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 它温度的分布不一样 那结构硬力上面的变化呢 有所改善 那接着我 讲解一下呢 在我们这个 多重物理里面呢 是如何来做mapping 那我们呢在这个 电热偶合里面呢 最主要做到的一个 状况呢就是我们里面有 trace mapping的功能 所以呢我们虽然呢 电池场 计算完之后 我们会得到这些损耗 那透过trace mapping呢 它可以把整个layout的情况呢 传输到我们热的软体i-spec 里面 所以它就会知道呢 这个layout上哪一些地方 损耗比较严重 所以呢 就可以把这个损耗呢 当作是一个 i-spec 里面的热源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结合ic 那到我们的这个 package 再到pcb 整个结合在一起 然后去做一个 跨物理 跨 偶合的这一种分析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是 热分析完之后 你可以得到一个 温度的分布 那我如果说呢 你还想要考虑呢 不同的温度对电气特性 上面的影响 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温度的分布呢 再反馈回到电池场软体里面 所以呢右手边这一 右上方这一个table呢 原来就是在不同的温度底下 你可以呢回推呢 到我这个 电池软体里面 它的材料的变异 那藉由这一种机制呢 你就可以得到呢 在不同温度底下 那真实的整个 系统上面它的损耗的一个状况 好非常谢谢Jack 精彩的分享 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次有请Wed 为我们今天的活动做个总结 OK 那今天呢透过Jack 的一些讲解啊 还有我 对于我们半导体产品的这些的分析啊 这些讲解啊 我们可以知道啊 NSYS的产品从晶片上 不管是针对你的 Analog的 Module IP 到SoC数位整合的分析 再带到 Timing上面再把Timing的 变异性把它带进来 然后呢我们已经把 晶片设计上面所应该 考量的东西都把它考虑的非常的周全 也都放进去模拟的这个 条件里面 甚至于我们透过 OneANSYS这样的一个 Multipixy的一个平台 我们也把 刚刚Jack所提供 所提过的这些把 Package上面的模拟 SIWave Centical Ispec 包含把热 还有印度的分析也全部 都考虑进来 所以呢 NSYS呢也把 系统设计过程当中所需要 考虑的缓解 以及设计呢 也都做了很完整的一个分析 所以 NSYS身为业界平台的一个领导厂商 最重要的关键呢是在于我们有强大的一个技术的研发的团队 最大的优势呢是在于说我们能够将产品做一个很快速的一个整合的能力 所以NSYS随时随地呢都愿意跟客户能够站在一起共同为他们 下一代的 产品去做一个创新的开发 我觉得这是我们 我加入NSYS所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 谢谢各位 好非常谢谢Wed以及Jack两位今天精彩的分享 相信大家透过两位精彩分享的内容可以让各位呢更加了解到 NSYS为什么可以成为在业界当中 横跨半导体封装一直来到系统端的设计模拟领导大厂 当然我们看到两位除了是两位优秀人才之外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拥有在先进技术上面的掌握以及领先 同时最重要的当然就是NSYS可以透过跟 世界级一楼的大厂紧密的结合 并且呢也把NSYS设计平台导入开发的成果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别忘了待会在活动结束之后 记得要帮我们填写线上问卷 只要有参加上一场活动或这一场活动 填写任何一场的问卷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到 我们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一共有300份的线上问卷礼 也就是City Cafe虚拟提货卡 祝大家都可以幸运中奖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山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热情的参与 我们再会咯拜拜 拜拜